哈喽 是坐这儿还是站这儿 刚刚主持人站着 我们先轻松一点 我坐着 很开心哦 谢谢北师傅 然后谢谢朝台北 这是第一次 我听说是第一次 然后他们找我的时候 其实我也觉得有点诧异 怎么会找我来讲这个 关于台北的故事呢 那既然找我来的话 我就特别要 把我自己的追本溯源 也跟各位分享一下 我跟台北的关系 其实 我的祖 应该说我爷爷 他们是屏东的客家人 大概在民国四十几年的时候 我的爷爷是妖子 就是最小的孩子 他们分到了一些田产之后 我的爷爷就卖掉了 在屏东高树乡的一些田产 然后就到台北 来想要寻求北上发展 但当时台北 其实台北就是跟现在一样 大家都说天龙国 台北是我们住不起的 尤其我们从南部上来 于是我们在淡水河的左岸 在三重 就买了个房子 也就在民国四十多年的时候 我的父亲就在三重长大 但是呢 他们心心念念的是淡水河的另外一端 台北 于是就让我的父亲到 那个太平国小 我不知道各位了不了解太平国小 太平国小应该是台北市 就是日治时期的第一所国民小学 那么我父亲就辗转了在台北 然后在屏东两边跑 他国小读完之后 初中又回到了屏东 高中又上来台北 一路就留在台北 之后到高雄去教书 因为我爸爸是老师 于是我在高雄出生 出生一个月之后呢 我爸爸又把我送到台北 他认为台北是台湾的首善之都嘛 所以我们必须要最好的教育 最好的医疗 最好的资源都在台北 但是我们还是住不起台北 于是我们还是住在淡水河的左岸 在三重 那么小时候 我爸爸就跟我说 长大之后一定要上台北 你有能力的时候 一定要在台北置产 要在台北买房子 对我来说 台北就像是一个 伊甸园 我小时候是这么想的 我觉得台北是一个非常 非常时尚 摩登 然后充满了资本市场 资本世界的一个都市 跟我生长的三重是完全不一样 早年的三重 就大概我四十多年前出生长大的时候 它是比较多是中南部上来 就是我刚刚说 没办法在台北市 安身立命的人都住在淡水河的左岸 我们就属于那一群 那么 于是呢 我就暗自发誓 有一天我要在 我要变成台北人 也就是说我身份证上面的那个居住地 一定要有台北市 我爸爸呢 让我在国小一二年级的时候 就把我的户口 从三重迁到台北 迁到我一个舅舅家里 让我读台北市的中山国小 为的呢 就是说让我知道台北 还是不一样的一个世界 那我记得我大概二年级的时候 有一次到同学家里 那同学家有庸人 然后有任天堂 那时候我不知道 红白姬 那大概约莫是将近快四十年前 我真的是惊为天人 我想哇台北人都这么有钱啊 就家里有庸人帮我们切水果 然后还有打电动玩具 插卡带那个任天堂 那么 那个时候我就对台北 又更充满了想象 我说哇以后一定要当一个真正的台北人 也就是现在人家俗称的天龙国人 有一次啊 我跟我哥哥都 因为我们都是坐公车 以前公车要捡那个 一格一格 我跟我哥哥在 放学的时候车票不见 于是我们两个 一个四年级 一个二年级 我二年级 我们就从台北市的中山国小 开始沿着明泉东 走到明泉西 然后走到台北桥 然后走着堤防 然后一路一路这样走回家 大约走了两个多小时 对 这是民国七十三年 七十四年左右 七十四年七十五年 那个时候 当然小时候没什么感觉 你就走在那个河堤上面 然后就跟哥哥聊天 我们也不知道走其他路 我们就沿着公车路线 这么这么这么 这么样的走回去 这是我跟台北最遥远的距离 走两个多小时 那么一直到成年之后 我接下来我的 我的国中高中 我大学 我高中大学就在台北读书 那我的母亲一直在 在我小时候就 放假的时候 也就是周六日 她一定是带我到台北的书局去看书 当时有类似金石堂书店 我妈妈会去逛街 然后就把我跟我哥哥 丢在那个 那个 类似 现在的成品金石堂书店 她会跟我约 比方几点几分之后 我妈妈会来接你 然后这段时间 你就是在这个图书馆里面 找你想看的书 做你想做的事情 我大概是这么样度过我的童年 接下来就 接下来就是这个 演员生涯 演员生涯其实对我来说 是蛮特别的 因为其实我一开始 并不是要从事演员工作 但是这个跟台北市非常 跟台北还是有相关的 我大学读的是世新 世新传播管理 我当时选读世新的原因是因为 我 我是 从小我是希望为社会做一点事情 所以其实我对公共事务 是比较感兴趣的 我压根没想到 我会变成一个演员 于是我在大学实习的时候 我在 在电视台跑党政新闻 我每天就是在立法院 跟凯达克兰大道对面 现在张荣发基金会 以前是国民党中央党部 我就是在那边当实习记者 我大部分的时间就是 跟着这个主要的记者 他会带着我们到现场去 我们要负责地麦 那个麦牌一定是要露出来 否则如果是摄影没拍到 你回去会被打屁股的 因为这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但是人生都是充满了因缘忌讳 各位应该知道 新闻台都会有各大电视 各个不同家电视台的荧幕 如果各位有一点印象的话 如果看过我们鱼二的距离 应该知道 后面电视墙 满满都是各个其他channel的新闻 所以时不时的我的主管 我的主管就是现在民事的副总 胡万林 他就跟我说 我常常在这个荧幕上面看到 看到你啊 就说看到我啊 因为我那时候要拍广告 因为我那时候大学的时候 接着拍广告 然后他说 你可以试着如果往 往那个方向走 也是一条不错的道路 当时呢 我也不知道这句话的意义是什么 是我在实习记者保党 真的表现得不好 还是怎么样 总而言之这不重要 他让我开启了另外一条道路 也就是大家首席的温生豪 就演员道路 那么我初出的时候 其实我并不是一样 不是这么样的天之交词 我根本没有受到太多的瞩目 我就是拍拍广告 然后通常都是自己骑着摩托车去试镜 在台北市的大街小巷 然后拍到广告之后领一张支票 自己拿着支票 然后去银行存 往往这张支票三个月后才能兑现之类的 我就骑着我都拜仗 大街小巷子走 大街小巷子走 所以台北市的区域 其实比我对我自己所在的新北还更熟悉 我的生活范围都是在台北市 那么接着讲到哪里 讲到说对 我就一路这样试镜试镜 然后永远都是演那个边边角角的角色 也都轮不到我 那么我就去当兵了 我就去当兵了 但当兵回来之后呢 我在东区 也就是现在这个 当年是金华地段 二十多年前 就是在 现在ZARA ZARA旁边 我跟朋友就合伙开了一间餐厅 我是个最小的股东 然后做最多的事情 那么当时呢 有一位拍 以前拍过广告的导演 叫做易志炎 我不知道各位知道 易志炎导演就是蓝色大门这部电影的导演 他有一天带着作家侯文勇到我的店里 然后带了一瓶Johnny Walker 去喝酒 谈剧本 那时候我是这家烧肉店餐厅的这个店经理 我看到易导就 哇 好开心啊 这个我当这个跑龙套啊 当这个模特儿 那么多年了 从这个政治新闻的逃兵 跑到演艺圈 我是不是能够有所作为呢 于是我就跟导演在聊 原来他们 在讨论的是一部剧本 是关于青少年教育体制的 的戏 那个戏名叫危险心灵 这危险心灵刚好这个作家呢 就是侯文勇 侯制作 侯文勇本人 他们在聊这个青少年的教育体制 那我当时心里就在想说 奇怪 那这个跟我肯定没有关系 因为我离青少年已经很久了 因为那个时候我已经 已经快三十岁了 我觉得这个戏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然后他们两个就聊他们的 我就在旁边做我的事 当他们两个人离开之后呢 他把那个危险心灵 那个气化案扔在我的桌上 没带走 那我也没想那么多 我也没特别去想这事情 大概 过了十个月之后呢 我那个店就倒了 因为房租太贵 实在是 实在撑不住 倒了之后我就回到了 我的老本行 我又回到了新闻台 我当时到了东森 电视的57频道 也是在我们台北市 台北车站的重盛大楼 我就在那边开始 他们跟我签那个主持约 也就是我用新闻编制去做节目 于是当时我跟制作人 还有摄影师 我们就常常写气化案之后 我们每一个月都要离开台北 离开台湾 到世界各地 去做所谓的行脚节目 但各位想一想哦 那个行脚节目48分钟 但只有三个工作人员 一个是我 一个是执行制作 一个是摄影师 我们在这么刻苦的新闻编制的条件之下 我们去做这个节目 这个节目 我大概做了半年多 各位知道NCC嘛 NCC是要定时去换执照的 我会请电视台 如果电视台 这个不符合规格的话 会被撤照 我这节目大概做了六七个月吧 有一天就接到消息 这五十七频道没有了 就变黑了 一夜之间黑了 就是没过 于是我又失业了 我又失业了 但老天就是忽然 关了一扇窗 又帮你开了一扇窗 我刚刚讲的那个危险心灵 就找到了我 就是一导就找到了我 因为一导看到 我在那个节目上面的主持 活灵活现 大概是这样 他觉得这家伙跟大学时候拍我的时候 感觉不太一样 于是他就要我去演那个 王牌的数学老师 这部戏各位有机会看一下 在2006年 它是台湾金钟奖的最佳戏剧 那么我就是在里面 算是最辛苦的一个大人 因为他是讲青少年 所以导演把所有的精力 都放在这个青少年身上 然后我的同辈的演员 最年轻的是我 跟我对戏的长辈 就是像李烈烈杰 高杰 杰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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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光看他们的眼神 我这个小朋友当时还未满30岁 我就必须在夹缝当中求生存 但是也是因为这部戏 我们当时在台北拍 在淡水拍 这部戏的成功 让业界看到了 温神豪这个演员 也就是说 我再也不用再像以前一样 骑着Motorbike 到处试镜 然后领一张一两万块的支票 去等三个月之后的兑现 那么这就是我的演员的开端的生活 然后我继续想分享的是 之后大家就知道我拍了一些电影 包含1895 以为败犬女王 犀利人妻 等等当时的偶像剧 但最让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 我在2016年 因为我在2015年的时候 我到新加坡拍了新加坡的建国大戏 他们也不知道为什么新加坡 找一个中华民国台湾的演员 去演他们的革命英雄 总而言之那部戏呢 我就入围了国际爱美奖的男主角 当时我进联合国大厦 其实各位应该知道 我们的身份基本上是不能够进联合国的 但因为我不知道当时我是走进联合国大厦 我在那边接受采访 我在那边接受Nominate 那个提名的奖章 然后我当时就有一个想法 我想说奇怪 我从台湾出发 我是台北人 我应该要带属于我们自己土地的作品 到世界去才对 当然我带着新加坡的作品去 我还是很缺悦 因为它代表的还是我们华人 但是就是在16年那个时候 我看到全世界各地的精英 齐聚一堂 然后我们在纽约的联合国结束之后 我们在纽约的西尔顿饭店办 它类似金球奖 它类似金球奖的概念 就是我们在下面吃饭 然后主持人会在那边 在那边说得奖的是谁 我那一年输了 但我输得很开心 因为我输给了奥斯卡营地 达斯丁霍夫满 大家应该得 如果是我得 我也觉得很刷赛 总而言之 我当时心里就在想 世界真的很大 我们一定要带着我们的东西 往海外走 这个是身为我们福尔摩沙 我们这块岛 我们四面环海 我们本来就应该跟世界接轨 种种的过去咱们不讲 就是以21世纪来说 我们要带着我们的东西走向世界 所以我在16年我就种下了这个种子 当然我还是一样在世界各地工作 但是我从来没有忘掉 我一定有一天要带着台湾的作品 带着台北的元素走进世界 于是我就做我现在正在做的 OK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 19年然后余儿的距离 到22年 我也入围台北电影节的男主角 OK 我穿插的说 因为关于台北之后城市 对我来说影响很大 我在工作有一点点成就之后 不是成就 有一点点积攒 一点存款的时候 我当时就考虑 我小时候一定说要在台北落户 所以我要买房 那十几年前 我垫量自己的精良 看一看 你要买台北市 基本上还是挺辛苦的 于是我还是买在我熟悉的三重 买那个房子 然后在若干年之后 我有能力了 我就到 我就在台北市又买了一户房子 我买完房子之后 我就说 哇 终于实现了 我要去护证事务所 更改我这后面的居住地 那个居住地要变台北市 但当我动这个念头的时候 我得到那个东西之后 我就没变 所以即使我现在 在这边拥有房子 但是我的身份证 背后的居住地 我没有改 这个东西让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就是我想了这么多年 几十年了 为什么当我有这个能力的时候 我却不做这个更动 我想很多时候 它可能是驱动我继续往前的一个动力吧 我是这么想的 当然现在 我这没有贬低新北的意思 因为我怕现在动辄得救 一讲错话就被人家骂 因为以前我们交通没有那么发达 也没有捷运嘛 也没有那么多的 就只有公车 所以我们对于台北有一个 一个很大的向往 那现在 基隆 台北 新北 桃源 已经是个共同生活圈 所以我也想说 我以前的执念 大可也不用那么深了 我现在反正通勤都很自在 大概十分钟左右就进台北市 所以关于台北这个城市 台北对我来说 就是我刚刚说 它是一个台湾的首善之都 所以不管是最新的时尚流行元素 还有甚至我们的国会的殿堂 我们决定政治跟经济的重点 都在台北 所以台北对我来说 就是我们的命脉 所以我应该是要带着它 走到世界 所以我刚刚都忘了按这个 我们就是 对 就变成现在的我 OK 我不太会用这个 Sorry OK 我们讲到产业的发展 其实未来是这样的 各位应该 有些人喜欢看韩剧吧 应该对韩国都不陌生 但坦白说 我这个年代的小孩 我们小时候是看香港电影 然后是看日剧 看香港电影之后 我就 哇 我一定要去香港 所以我记得我高中的时候去香港 然后看到那个铜锣湾那三个字 就要赶快去站在那边 看铜锣湾 因为扛把子 你会想要去跟这个城市做连结 于是到香港的时候 就会想吃菠萝油 叉烧包这些东西 因为都受香港电影的影响 那我刚刚讲 我们小时候跑日本也是一样 因为我们都到日本去玩 因为以前日剧的兴盛 当时并没有韩剧 韩剧非常的不流行 坦白说我们当时会觉得说 去韩国要做什么 其实不知道 但是在这十多年 应该是说这二十年来 韩国的影视的兴起 让我们重新去认识韩国这个国家 以前在我的父母辈 他们对于韩国的东西 是不太能够接受的 比方韩国的电器 韩国的汽车 他们是觉得 这东西品质不是太好 我们要用日本的 为什么 因为当时日本的文化侵略很成功 所以日本文化侵略 不是个贬义词 而是说它的文化输出到 台湾是相对成功的 当然这跟我们台湾 跟日本日支时期 五十年有很大的关系 但我想表达的是说 当我们对一个城市 产生连结的时候 那很多时候 往往是透过流行文化的元素 包含我刚刚说香港的电影 跟日本的日剧 所以让我们跑香港 让我们跑日本 同样的韩国这几年来的崛起 让我们开始使用韩货 我们开始使用韩国的化妆品 我们开始听韩国的音乐 我们开始买韩国的手机 汽车等等 他们的政府文化观光部门 一年的政府的预算 大概是GDP的将近2% 2%是非常高的 它等于是将近国防预算 所以我们可以去想象 当一个国家政策 把文化摆在国策当中的时候 这个国家的软实力会不会看见 尤其是像台湾这种 更需要软实力的地方 于是当我这几年 我这几年 我有一点点能力 集结各种资源的时候 我就会督促我自己 我小时候说 我对公共领域 公共政策比较有兴趣 回过头来 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就是把我们台湾跟台北 这座城市 这座岛屿 拥有的元素 跟海外做结合 所以我这几年都在 包含韩国 在新加坡 在马来西亚 就做串联 我们希望能够 创造更多新形态的议题 包含 我们之前看到 我们与佑的距离 这唯有 在华人世界里面 唯有台湾 一个可以畅所欲言的 地方 它才能够 忠实地表达 老百姓想说的 很多地方是比较 思想比较被控制 但我们有共同的文化 共同的语言 共同的信仰 于是我们要透过 软实地来包装 我们要透过民间的交流 因此我这几年来就是 希望能够 把我们台湾这种 我刚刚说 我们能够自由创作 可以谈各种不同理念 不同思维的方式 跟国外做结合 那前两周 在韩国的首尔电视节 也跟我们台湾 驻韩国的副代表 也就是我们的副大师 也在聊关于文化创意的连结 他们也很乐见 希望把我们台湾台北的这个元素 跟韩国跟首尔做结合 那么这是第一步而已 接下来我希望我们能够更多的交流 让台北 让台湾能够走进世界 那么也预告一下 就是我大概下一周 也是跟韩国的天团 我们知道那个Super Junior 他们那个队长要一起工作 也就是说我已经看到了 我已经看到说 我们一步一步往外走了 我们一步一步带着我们自己的东西 更有自信 更骄傲的 把我们的东西输出到海外 那这也需要各个观众的支持 就是你们今天来听 相信各位会来听演讲的 一般都是比较有思想 比较有自己的组建的 那么我们期待我们在做 这个道路的过程当中 你们能够参与其中 因为文化创业产业 其实是一个非常烧钱的行业 它其实是一个无法预期的行业 它其实有点像博弈 所谓博弈就是博弈 落一块不一定贪两块 反正都掉了 所以它不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 它不是一个所谓 头一块看到两块的 一种正常思维的逻辑 正常思维的商业逻辑 但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精神的指标 我可以跟各位说 也许你们不知道 日本首相目前是谁 但是你可能听过 穆尊托哉这个人 你可能不知道 美国总统 现在是拜登 或者接下来是谁 但是你可能听过Tom Cruise 假设啦 大部分人是这样 普遍老百姓 也就是说这个 这个文化符号的象征 它可以为一个国家 一个社会 一个区域 让世界更了解他们 而且这个了解不会 相对比较不带 讽刺性跟冲突性 我说讽刺性跟冲突性就是 每个人的所谓的政治信仰会不同 你可能偏好某些领导人 不偏好某些领导人 但是你对于艺人这个人 你比较不会产生 所谓的旗舰 所谓的 你明白我那个意思吗 因为现在讲话要很小心 所以你比较不容易 比较不容易 戴一个有色的眼镜 比方说你讨厌一个某某某 但是你比较不容易 讨厌那个人 只要这个所谓的 the actor 这个artist 不要跟那个所谓的 政治太 绑太紧的话 我们比较容易能够接受 那容易接受之后呢 就比较容易互相了解 比较容易互相了解之后呢 就会展开对话 展开对话之后呢 就比较能够减少误判 减少误判 就会减少冲突 这是我在做这些事情的 最大的本质 那么期待我们在 推动的过程当中 可以得到各位在座的支持 那么也敬祝各位 身体健康 万事如意 然后好好爱台北 爱我们这块土地 OK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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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